11月1日,优酷独家制作的火星系列综艺节目火星研究院上线,该节目不同于火星情报局的讲段子模式,是一个科学实验类网络综艺节目,说通俗点也算是一个明星真人秀节目,以一个科学论点或猜想为基础,明星亲身试验来验证论点是否正确的综艺节目。 从人员上看,火星情报局中嘉宾团队只留下了汪涵、前锋、杨迪、其他如段王爷薛之谦、副局长郭雪福、广告小王子刘维、婚礼主持人朱珍、女邪星沈梦辰、老司机章鱼等人一个都没留,全部换掉。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更换如此多人员,可能是考虑作为一个新节目与火星情报局稍微不一样点,但是,还是有两个人继续保留了下来,前锋自从稳稳地抱住汪涵的大腿后,无论是天天向上还是火星情报局,不管换了几茶人,他一直都稳如泰山。 杨迪作为火星情报局中的笑点王也是综艺效果的保障,因此他二人还是顺利地继续出现在新的节目中了。 除了他们三人外,新的明星嘉宾团队还包括以下人员,不知道谁能脱颖而出,成为下一个从火星中成名的综艺他。 第一位,陈汉点。 陈汉点,大家应该很熟悉了,汤熙来了里面的助理主持人。 第二位,吴嘉诚。 吴嘉诚。2015年参加燃烧霸少年出道。2016年以队长和主唱的身份加入X9少年团。 第三位,熊子齐。熊子齐。2014年出演电视剧出道演艺圈。2016年加入台湾男子组合SPEXIO,也是一个能歌会演的全能小鲜肉。 第四位,汪苏龙。汪苏龙。2010年发表首张专辑,正式进入音乐圈。 第五位,曹璐。曹璐。韩国组合FIESTA成员。2012年在韩国出道。 第六位,张雨昕。张雨昕。锐利模特出身。2013年出演电视剧出道演艺圈。